美冬先生跟美琪先生 哈哈哈哈 他們兩個合體了 你看 這裡的座位 只有口等湯 你聽我沒坐過口等湯 哈哈哈哈 我有研究喔 我還真的沒坐過 我真的沒坐過 現在我不懂 你坐坐 我就不懂 好賢富喔 啊 沒關係 你不要忙 我就有在賺錢 哈哈哈哈 Good Morning 就是展青的一天 現在台北大巨蛋這邊呢 真的是越來越熱鬧了 好多餐廳 好多店家 全部都開了 而且它外面的設計啊 就是整個樹大變是美的那種感覺 你看它的招牌超級無比大 然後每間招牌也是有一個 稍微的一致性 好的 那今天Peter呢 要帶大家來開箱的是 新宇航空跟胡同燒肉 還有BGA菜配 他們三個 三強聯手開的一間燒肉店 也就在我們台北大巨蛋這邊喔 它走的是一個 中高階的路線 一個人吃下來 應該也要兩三千塊跑不掉 整個餐廳的設計呢 就很像是你搭乘新宇航空的感覺 我覺得一定是會非常酷的體驗 所以今天呢 就帶大家來去試試看 你看它的門 也是一個機艙門的感覺 平常我們是不能自己動的 因為要空姐才可以開 那我們要進去囉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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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來的是你 我們猜拳啊 踢啊 我還是那一隻雙欸 那你知道她的梗嗎 富士山的梗 她說她是 菲徐小姐 然後她是 菲徐小姐 菲徐小姐 好可惜喔 外帶去你家 那我們踢在幹嘛 好啦 坐 耶 你不用錄我欸 不用錄我 我不會比較專業 我今天錄你等於錄我 所以你知道為什麼 我要打扮成這樣 就這樣做 剛才阿蘇他們的是 雙人套餐 然後牛肉的部分呢 它有澳洲和牛 日本和牛 然後各式各樣的部位 紐約克赤身肉 還有日本和牛製造 不知道這什麼東西 等下吃了才知道 然後旁邊可以選的話呢 是小菜 還有他們的創意甜點 然後很有趣的是 他們把他們新運航空 所有有開的航線 全部都寫在這邊 總共有2 4 6 8 10 11 那我們剛才發現一個秘密 就是 它這個H&T寫錯了 根本沒有開航 因為它如果有寫NRT的話 代表說這是一個secret 就是感覺是一個 小彩蛋的感覺 但是很明顯 它沒有寫NRT 就是 它寫錯了 但沒關係 我們不用怪它 因為它現在還在試營運 我覺得它很可愛 它剛剛說歡迎來到第一站 舊金站 我覺得它疑似感很重 這是開胃的前菜是 和牛它是生牛肉 我不知道我們趕快吃耶 太好了 它不敢吃 那你幫我吃好了 對 好客氣喔 要不要留一個給你 我等一下會給你吧 都那一恰的 你什麼東西 各位 今天是我們起批二來了 我等一下再記錄他給你 等一下再記錄他給你 好 我們來吃吃看 這個澳洲牛舌 其實我平常比較不喜歡吃澳洲喝牛 因為吃起來跟日本還是差滿多 澳洲會比較沒有油脂那麼多 就比較有嚼勁 好可怕 辣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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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家在跟牛辣雞耶 我覺得它是那個鹹的 鹹鹹的感覺 帶出了那個牛肉的甜味 那你們有去韓國吃過那個 韓國的嗎 沒有 在韓國我後來發現 是因為有人烤都超好吃的 真的喔 有烤自己烤的都會焦焦的 真的超好吃的 就一定有一個人在那邊幫你烤 日本和牛的備身肉以及信息 然後季節吃書 你們有分什麼A4 A3 A2 A1 你們有分什麼A4 A3 A2 A1 你們這邊魚都是用A5 A5 喔A5合牛 A5合牛 A5合牛 它肉煮還算滿多的 它肉煮還算滿多的 然後還是會稍微有一點嚼勁 它的話是大家常在說的和尚頭 然後我們截取裡面最內的那一塊 上面的話有我們處處自己調製的香料粉 現在有第三個就是 對 它的菜就有機械 直接切到它直接口油 就幫你烤的生菜 所以就不會讓你一直吃肉 它很像那個 它很會講述這個關鍋的氣 當然會鹽巴 可不可以剛剛好 A5合牛 如果你自己烤的話 就有朋友可能會烤太焦 整個時候會烤掉 你為什麼要這樣貶低我 哈哈哈哈哈 搞不好我很會卡 接下來又吃一塊和牛 日本和牛 這塊是赤生肉 應該也是會比較瘦肉的部位 調味比較重 但是它那個說的那個粉的味道 就只是蓋過了 花椒香 哦 花椒香 好 我們這次上的話是金飯 就是大阪跟金菇 我們總要想要強調的是 大阪的燒烤風味 以及金菇對於食材本身味道的 要追求 那這個食材裡面的話 我們本身有水果玉米 有甜豆還有紅喜菇 然後會把蔬菜稍微拌炒過之後呢 我們加到這邊 這裡的話是有拌熟的溫泉蛋 然後馬當中的起司 然後呢 最後加了一些松子 所以它待會吃的時候 會有點堅固的香味 來吃吃蛋了 它是肉魷魚客骨牛 然後加上它剛才烤的食蔬 然後加水果蛋 我先單純吃那個烤食蔬 口味還蠻重的 然後食蔬烤的 絲絲脆脆的 其實蠻好吃的 現在把這個蛋拌擠 欸 水果蛋 配上一起吃比較好 因為它原本的蔬菜味道 跟鹹味會比較重一點 所以加了蛋之後 它會綜合掉一些 它原本的狀狗味的味道 然後它水果魚米超級甜 然後又脆 接下來就是和牛了 就很像是日本人在吃 壽喜燒和牛 或者是烤和牛的時候 會加那個生蛋黃的感 我一輩子都沒有辦法想像 我敢吃那個生蛋 為了這個4000塊的餐 破出去了 好吃耶 可是那和牛只有一塊 好可惜 想要再一塊 對不起我走 我剛剛前面生牛 不是跟你換那個嗎 這個是我們的熊熊醬 然後這塊肉的話 是腿山醬 它的油脂變得非常地均勻 醬膀狀的 那底部呢 我們家這時候是 我們用乾燥的水汁皮 然後去焚燒 讓它有煙燻的效果 來 我們就幫你打開囉 它旁邊還有大片的煮煮特製的柑橘醬 然後燒烤過後 就可以沾這一些食肉 接下來這一塊是 日本和牛星球雙醬 這道菜也是滿滿的儀式感 這塊肉是看起來是比較軟一點的 先吃一個原味 那個煙燻的味道真的超特別的 不是那種很重很重的煙燻 然後就會有淡淡那種煙燻的香氣 接下來這塊肉 我加這個 你說這是什麼醬 柑橘醬 柑橘醬 甜甜的感覺 我喜歡加醬 醬派 櫃超水 一般我們都熬得乾乾的 讚 回到新加坡了 再去 馬上又回來 有看過這道嗎 我覺得它很棒的是 它是會幫你左右左右一直交換 就是你有時候是在牛肉 有時候是航蟹的特色料理 你會一直吃到就是一直都是烤肉 就很低 然後你還可以到處飛一下 然後飛回來的時候 你就會吃牛肉 肉質超多的 而且很Q彈 蘇珍吃不到 難過 它超愛吃魚的 肉好鮮甜喔 而且超肥的 而且幾乎真的完全沒有吃 因為魚本身的選的食材 就已經非常好 然後加上它的細節的一個烤過 加調味之後 直接到魚市上 我覺得目前為止很驚艷 我們最上次是福吃民視 我們是用越南牛肉本風味 去做成的泡湯 牛肉本就是生的 然後這個湯的部分 所以我們用牛大骨 去熬製的牛肉湯 然後原先在裡面 會難得煮熟的越南河粉 把它用炸的方式 去改變它的口感 其實它的一些香氣 越南河粉 如何 這很像 認真 你們真的有去越南吃過的粉嗎 跟加州吃到的完全不一樣 跟加州吃到的完全不一樣 真的假 加州的最好吃 其實加州比較像耶 應該還有九層塔的味道 那我點的是這個 平民版沒有升級版 搭不起頭在這樣子的 剪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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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雜謊 它是烤過的鮭魚 味道 很鮮耶 這個鮮是來自於什麼 它不像是單純鮭魚 很像是有類似干貝或什麼的那種鮮甜味 香菇 中 香菇啦 乾貝 我非常喜歡吃香菇 所以我剛剛想說 這是到底什麼味道這麼香 平民版是美國 它就是黑牛的牛小排 那以及日本和牛的煎泥機 那清理器的步驟 我們就是要煮煮自己 這條的炒肉醬 去做醬料 接下來這一塊 應該也是他們最熟悉的USDA 我們剛剛吃了很多 日本的和牛之後 終於來了一個美國牛 我覺得和牛就是要吃很薄很薄的 那這個牛要吃很厚的 然後就可以吃到文靈 好香喔 烤過之後那個 美國牛特別香 好香喔 我們的兩千塊套餐 吃到了最後一個部位了 就是日本和牛煎禮集 哎呀 最後這兩塊 就結束了我們今天的燒肉行程 但我覺得今天吃了很多各式各樣 像澳洲、日本、美菇 雖然你不能選你要吃的餐點 如果你如果是喜歡吃牛肉的話 其實非常過癮 這塊比較硬硬的 然後但是它有一個醬下 比較吃不到牛肉本身的味道 這一塊是我覺得目前 我覺得最普通的 但是它放在最後一個 不知道為什麼 有最普通的方便 真的嗎 到了主食的部分 我覺得很有日系的那種 餐點順序的質感 日本它不是最後會吃西妹嗎 就吃粥 它們一樣吃完烤肉之後呢 給你一個麵線 然後還有時候它就是 讓你解膩 因為你前面吃了很多 油膩的牛肉 然後就吃一個米線 醬是在這裡面 所以你要芥末跟這個調味 就自己丟進去 它米線是煮比較 順一點點 沒有那麼熟 還有比較 偏有嚼勁的口感 然後調味 非常的清淡 吃完這個很涼口 吃的超飽的 你們覺得2490一味 值得嗎 我覺得很好吃 很值得來吃 而且我覺得每一道菜都有 精心的想過 精心的吃素 我原本想說 為什麼要加VG 一起進來合作 但我後來懂了 就是有很多創意料理 但是還是會讓你驚豔 但我覺得心語迷來的話 真的會是蠻舒服的一個環境 因為從外面的機艙 一進來就迎接你 然後到每一個座位都是 像你在做商務商投影像 那種感覺 很酷很棒 所以如果你也是心語航空的粉絲的話呢 我覺得是可以來體驗一下的 好啦今天影片到這邊啦 喜歡的話請訂閱分享按讚 下次再見囉 掰掰 掰掰 你開了之後呢 你下次就要準備這一個航線 喔這個好好玩喔 是不是 這不要看我們來拍一集 我這麼大的隊了 我會放一下OK 那你們也每三五杯牛奶杯 就是從華山開場 然後就出發 好可以 可以跟你走 好 好 就這樣